有幾隻兔子塞在一個籠子裡 不只看起來病奄奄 耳朵還傷痕累累 怎麼會是這種德性呢 怎麼會養人這種德性呢 經過的民眾見狀好生氣 而且現場飄逸味 讓人很難不留意 這是在富岡碼頭 這名富人被發現 用馬布袋裝了一整袋動物 說要搭船去蘭芋 隔夜的說離鄉半年都沒有工作 要去蘭芋找剛結婚的老公 不過沒錢又沒辦法安置 只好把所有的家當都帶在身邊 動保鎖人員現場數一數 兔子有18隻 蜜帶舞43隻 還有鸚鵡一隻 現場看動物的狀況就不好 飼養環境也是有問題 動物全部由我們來安置 目前也跟四主協調好 先全部收容 後續等待動物恢復健康 再透過網路把動物送養 另一邊在花蓮北濱海灘 一整排望著太平洋的動物 有老虎花豹 星星還有袋鼠 乍看還以為是有動物大遷徙 這些是50年前 放在美輪山公園的藝術裝置 原本早就被人遺忘 現在藝術家放在海邊展覽 引起民眾注意 雖然有先斑駁 之後將重新修繕 再放回原來的地方 讓民眾親近 TVBS新聞 高志宏 劉景元 李魯花蓮 台東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